他还举办一些这种音乐会 让这些学得比较好的学生 有那么机会来展示自己 现在他这个网站 有四千多万个点击率 刚才这三个故事 不同的地方 有些中小学 有些大学 有些甚至是校外 方式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 就是把互联网加到了教育里面 现在有一个新名词 就叫木克 三年前 在美国哈佛大学 斯坦布大学开始的 这场木克革命 现在慢慢慢慢推到了 全世界推到中国 木克实际上英文的 MOOC 也就是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时候可以学到任何知识 他有三大创新 他把课程切成很多个知识点 然后每一课呢 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 十到十五分钟一课 就交一两个知识点 这样使人们的集中力更强 第二个 他借用了计算机网络游戏的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叫随堂考试满十分过关 你看完十分钟以后 马上给你十个题 你得马上来答 这十个题 你要不是全答对 对不起 回去重看一遍 再来答另外十个题 没答对全部的十个题之前 不让你看下一个十分钟的课 这样就让你把每个每个的知识点 都掌握得扎扎实实 他的第三个创新 叫翻转课堂 传统的教育是 到学校来听老师讲课 老师布置作业 回家做家庭作业 现在老师的讲课可以做成录像 可以做成视频 所以看视频上课 就在家里看就完了 到学校来干什么 到学校来做作业 到学校在老师指导下 在同学之间的讨论下 我们来做作业 来学习 来探讨 来PK 这样 六年的小学 六年的中学 四年大学这么上下来 那学生的自学能力 他的学习能力 他的主动性 就完全跟传统的教育不一样 木克正在推动的一场新的教育革命 为什么需要这么一场革命呢 因为我们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特点 就是叫个性化的消费 个性化的生产 由于有了一些新的科学发明 如3D打印机 有互联网 新材料 新工艺等等出现 就让过去的那种大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 可以彻底改变了 3D打印机 有个最大特点 就是它可以用同样的成本来生产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未来社会的变化 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德国称之为工业4.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它需要的是全新的人才 因为要大众创业 要万众创新 它需要的一种全新的人才 而我们现在的传统的教育 它是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服务的 什么叫做高考 高考就是在统一的教材下 出统一的题目 你只要答统一的答案 最后你答错了几个字 你就进不了北大清华 那么培养出来是统一的人才 这种人才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流水线上需要人才的时候 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这种传统的教育方法 它就不适应了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人才 而新的人才的出现 就得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方法 中国教育三大问题 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是教育不公的问题 城乡之间 好学校 差学校之间 教育非常不公平 第二个问题 是我们的创新能力不够 在这样的高考 在这样的模式下 培养出来的学生 比较能够死记硬背 但是创新能力不足 第三个问题 人们往往没太注意的 就是我们这个终身教育缺位 实际上是我们中国教育的 更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每天每天 各行各业都在变化 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培训 然而我们教育体系 很难提供一种系统性的 给我们终身的学习的方式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教育 方式对这三大问题 不但中国没解决 在世界上 大体上也没有解决 可是今天木克来了 木克就有可能 对这三个问题 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大 附中的课上下去 我们就可以把北京四中的 黄刚中学的都把它拍下来 都把它放在网上 让更多的人